今年4月民进党内爆发2020初选蔡赖之争 当年5月1日的民进党中常会 罗文嘉因为事先在脸书上发文说 今天要确认2020初选时程表 被认为是偏袒赖清德 而遭到民进党内铁鹰派中常委的开炮质疑 我是不轻易懂你的 那我只是讲道理 我是认为党中央在整个中常会还没有 没有跟中常会通过 就对外这样公布 在程序上这样是比较不好 秘书长是来做事的不是来闹事的 很多人都说座话 我也说了很多座话 说我不是为了蔡英文而来 也不是为了卓荣泰而来 现在我要多加一个 我也不是为了安心的人来 最终罗文嘉被迫将讨论案改成了报告案 并由时任民进党主席卓荣泰 向挺鹰派中常委鞠躬道歉才算了事 我们必须用非常公平公正的方式 维持这个制度的公平性 这是党的主席和秘书长 就还有一个家庭爸爸妈妈 他不能偏哪个孩子 所以我想来的时候 当然我那时候没有遇到到 这个家还比我想象中 这个产生的问题多 2020年1月15日 罗文嘉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宣布 大选过后 自己的任务已达成 请辞秘书长职务 并向时任党主席卓荣泰表达 不会留任 做到同年5月19日任期届满为止 今天是1月15号 刚好一年前 1月16号我正式上任 我们很高兴 跟大家一起打这场光荣的战役 达成我们设定的目标 我们的任务达成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那我们的工作也该告一段落 我们下期再见